中文字幕 李宗盛 執完當然難學一點 它又沒有情色 只靠工當藝術 執慣的 重量 筋量 執得不好 形狀沒有這些就用散 應該繼續做不到 今年74歲 人們多數叫我 我讀年來香港開始做麵 我今年也是74歲 就像是嘲嘲嘲嘲嘲嘲嘲 我什麼麵都會做 每樣都拿手 口罰有自剔 兼顧用手來接觸過 摸過 教肌就教到若磨的位置 打個麵出來不斷 打牙的那些就好看 開了九十幾年 差不多接近一百年 如果這麼老的麵家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種在香港 通常都搬到大陸 現在的師傅買少見少 很少麵廠都保持這麼多老師傅 因為很多都退休 還有用了機械來取代 老師傅有一個經驗 可以調教到 因應天氣、溫度來做 下雨的麵就沒有打到五十 不要給那麼多水 如果是不風天的 麵就快去乾 給多一點水 自己就撿生 應該要撿麵 撿完就像寫字一樣 要慢慢來 每個撿出來差不多大小 尤其是那些雲吞麵 人家一碗一個 你不適合重量 人家要慢慢分 不行 現在都沒有師傅 現在都不值錢了 現在都不值錢了 老人家都做了 沒有人入行 沒有了 沒有轉行 其他東西又不懂 又沒有氣力 又沒有文化 轉行都轉不到 教一下教一下 學一下幾十年 就是這樣 自己要鍛鍊一下身體 沒有做事 就彎彎公司 真的去做 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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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義氣 就算它怎樣不舒服 它都跟你頂下去